各位朋友好 那前几天好像现在也没多久 就是那个李克强主导的推出的 所谓的这个地摊经济 也就是拯救中国人 目前处在这种面临的 严重的生存危机的时候 本来是可以民众有一碗饭吃的 一个自保的一个策略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中国的那个原来的世界工厂 现在也就这个梦就碎了一地了 也就以后的世界工厂了 或者说能够靠出口创会啊 然后改变让国家 就是让中国的国人 能够维持的生活 稍微过得比较安稳 比较稍微日子有一点点 所谓小康的那个状态 现在这个基本上也就以后没有了 利滩也就是说原来有外向的 人家眼中的世界工厂 现在之所以变成利滩经济 那是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慢慢企业都测光了 也就是留下的 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说大量的失业人潮 而需要生存下去 所谓的利滩经济 就是老百姓用自己商品互相交换 换下来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民众的生存权吧 那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又为什么又会忽然间 我刚才前两刚才在网 现在在网上也在四处传播 所谓的这个利滩经济又不让稿了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 从那个利滩经济允许到教廷 那多多少少也说明 确实是权力有在内斗的 是吧 也就是说李克强也许允许 也许建立 因为他国务院是管经济的 是吧 他管民生的 那习猪头的话 他本来他就老毛 中国人死了 记住百分之百 相信老毛 想走老毛那一态的人 那大脑里面装的 就是那个毛死 毛死坑 张在大脑里面的人 都是心理变态的人 他基本上国民的生死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死掉就是一个数字 连数字都不是 现在中国人在老毛 那个当政的几十 二十多年吧 二三十年 或者说从建党开始 死人时代太多了 那八千万人 那个冤魂在天空飘 没用的 他根本就不在意中国人死活 那现在忽然这间教廷 其实也一样的 肯定这次教廷 肯定还是以习 以那个习猪头为主导的 那可能权力内斗 那可能国务院这一派 什么那个李克强 来这个一个缓解民生的 这个一个一个政策吧 那现在的话习猪头也不愿意 他直接想满干到底 仅此而已 那在目前的情况下 到底最终的话 会慢慢就是拆市场啊 那个地摊呢 是否真的能够继续走下去 还是说就此停掉 这个东西 我们暂时先不要太早下结论 因为既然内斗的话 有可能有两派 他们之间的话 谁的权力大 可能就谁在主导 我现在先谈一谈 那个老习为什么不愿意 就知道明知道要饿死了 老百姓接下去 就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那个生计的危机 连这个生计的危机 给人家一条活路 都不愿意给你 他为什么 结局当然了 如果他继续就是这么干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生 一个就是死 死的话 那老百姓活不下去 接干而起 有可能就会 很快就会带来冬难 如果活下去的话 他的真实的目的 动机或者会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现在重点的 今天跟讲这个 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那个 那个老百姓关于 市场是否允许被开放 是否要打贸易战 是否要大傻逼 是否要把钱免费 全世界盗窃送钱 由不得你来决定 都是那个习猪头 一个人在做决定 我现在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 你看 如财者 我上次大家看 如果没有 大家回头再看 我那个上次说到城管 城管是什么 城管是打手 是抢劫用的 是恐吓老百姓用的 它是一个 叫做那个 恐吓常态军 常备军 共产党维持统治的 最终的手段 是靠恐吓的 是靠国家恐怖主义来维持的 如果要是 比如说地摊经济放开了以后 就马上就面临着 这个城管队 是否要保留 而要保留多大的规模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习近平他就是要变成朝鲜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朝鲜 那如果要变成朝鲜 他必须要有一个职业的打手 那个城管的所叛演的节日 他职业打手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 现在地摊经济放开了 OK 放开以后呢 老百姓可能就中国人嘛 是吧 就开始有饭吃了 可能就还是继续保持吧 反正是原来能够开大方 现在至少自行车也能踩 反正日子还能过 因为中国人是一般还是能够忍的 还是忍忍忍忍 会继续忍下去 但是问题是你去摆地摊的时候 这个城管队就要解散 或者说要很多人要裁员 但这个东西对独裁者没好处 因为他要强推 他很多的政治都要靠强推 因为你直接就是关 你就关笼子直接硬关 硬关的话靠需要打手 需要恐吓 需要恐吓的团队 所以他 习近平他坚决的就是 甚至他现在还在小动作不断 来阻止地摊进去 就是要这个打手 一直养下去 你需要打手 如果打手没了就无法恐吓了 打手没了就无法继续抢劫了 还有一个 如果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他作为好市场 也许摆摊是可以的 但是还是一样的 给你一个固定的 就是给你一个固定的指定的地点 但是维持的就是垄断的经营 让国家收钱 比如说你还是可以摆摊 摆摊的话 开始位置垄断起来经营 然后的话 摊位大家去抢 摊位的话给它涨上来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需要维持 第一个 如才需要 他不可以解散 他不可以解散恐吓的团队 打手不能解散 因为一解散的话 以后习近平要继续横行霸道的时候 他这个打手没了 老百姓没有日常看 动不动就打 你看 其实现在也打呀 现在也打 看前两天的话 就是我在推特上看到 那个一出来以后 那个城管现在棍子 直接打反复 直接那个按顺序找我 是吧 所以这个恐吓团队一旦没了 用不了多久 那种恐惧感就没了 恐惧感没有了 就是对独裁的话 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一个 他打手没了以后 他怎么抢呢 他需要不停的 需要有长背筋的 以后未来 老百姓如果敢反抗 甚至都可以发枪给这个城管 因为城管就地皮流氓请过来的 他们是最没底线的 多脏的话 他们都会干的 他不可以把这些大帮流氓 给他解散掉 他需要独裁 就需要这个东西 大家首先要弄清楚 所有的独裁者 大家说像金正恩那样的吗 把他辜负炮劫了 浅劫了 人家觉得 哎呦太残忍了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而且难道你不怕 世人看到吗 大家根本就没有理解 那个独裁者 恐怖组织的逻辑 他是要浅洁 而且就是要炮洁 而且就是要让世界赶快传播出去 这样才会恐吓住老百姓 这是所有的恐怖主义国家 所共有的共性 不是说怕你知道他的恐吓 他的那个残忍 而是要把一个残忍变成大事件 希望大家广而高知 这才是独裁者 那个恐怖组织国家的特性 那习柱头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因为就是恐怖织 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的社会主义 其实就是恐怖组织 就是了 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极端的 那个那个那个 恐怖主义国家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恐吓 抢劫 然后 甚至的话 就是老百姓根本 什么都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大业近时代 在58年到62年的 大业近时代 中国人活活饿死了 2000万到3000万的中国人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解救了 国人的人 是刘少奇开始引导 因为实在 遍地 第二十人已经看不下去了 如果你再不搞经济的话 那也就是已经就 就可能就会亡党亡国了 这个时候的话 推出来 也就是其实跟地摊经济一样 也就是无非 开始大家自己干活吧 稍微救一下自己吧 大家可以去互相自救吧 那个时候才让中国人少饿死了很多人 因为中国人 中国人勤奋技术 中国人勤奋是被动的 因为他根本生活中没有任何保障 中国人他需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他只是让自己保住 就是我要有碗饭吃 我病了 能够自己能够自我负担得起 因为那个政府 或者早期的这个 那个帝王时代的话 都是你自负赢贵 谁管你的死活呢 那皇帝的话 只是把你镇压住 踩住 把你的那个东西弄过来 他自己的享受荣华富贵 关于老百姓死活 没有几个人在意 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就是说 那个 刘少奇这样的改革 就是拯救了很多的中国人 让那个时候大跃进时 就是大跃进时代的二十 两千万到三千万 让他停下来 如果要是那个时候的话 老毛继续强干 那结果可能那数字就要改写了 不是两千万到三千万 可能是五千万六千万或多少 他死掉一半的没关系 老毛你看看 他早期亲自说过的 死了管他多少事 你死死你的事 你的事也跟他无关 那大家看看结局是如何 结局是如何 刘少奇让国人开始活下来了 但是老毛刚刚刚修身养性 就是老百姓能够开始游玩 饭吃了 饿不死人的以后 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而第一个人 而第一个斗死的就是刘少奇 残死的 连个名字都没用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血淋淋的事实 大家最终的命 大家知道如果 共产党在执政 你的命无非就是 逗逗的弄死你 弄到没饭吃了 没饭吃最多就是 这七块都不过来了 放开一点点 仅此而已 所谓地摊经济 简直放开一点点 那习近平的话 如果他地摊经济 如果不让搞的话 那有可能掐得更死一点 或者直接先死掉一小部分 就死掉 死掉没事 反正死掉就死掉 但是他独裁着 然后也就是有一丁丁的风险性 就是说 你掐的夜景又快死了 他中国人也许还会反抗 如果死掉一部分的话 有的人他说 没有死到我 还有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反抗 所以中国人其实很简单 你都没有民主 这个东西无非就是 过眼烟云的东西 地摊要不要进 这个大币要不要扫出去 由不得你 你的钱 他看他人之口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真的在关于 中国目前的所谓的政治 你不用去看了 如果你大体的看不懂 你整天去揪着 今天又这个政策 明天的政策没用的 其实很简单 你是人家绑架的一个绑架物 你是一个小物品 他所有一切 你是根据共产党自身的需要 你是一个牺牲品 唯一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只有推翻终结暴政 所有的一切才会改写 否则 无非就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又循环 恶梦 灾恶梦 一场一场 一直到 即终结的那一天 暴政终结的那一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